《鋼拳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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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詩詠在劇集《鐵拳英雄》 一改他柔弱形象 挑戰打氣 能夠有機會作新嘗試 他都說很感謝監製 我以前拍攝時 都是比較斯文 斯文一點 我覺得他給了我一個嘗試 就是大家都不知道我究竟行不行 去做一個這麼硬橋 要去打的一個女生 我自己都會有一點點擔心 我究竟能否打到 是真的 因為我從來都沒有拍過這類電影 我通常都是被人打多 拍這些電影 其實除了你要有武術的底子之外 都有很多技巧上面的東西要學 所以這次對於我來說 這是一個很大的難度 但是如果你問我 我寧願去挑戰這個難度 因為我真的沒有試過 一些這麼硬正的角色 而我覺得這個時刻 讓我去試是很好 劇中齊集這麼多位打得之人 詩詠在開拍前也做足功課 還心理輔導自己 我開拍前已經跟自己說 一定會受傷 因為我覺得拍打氣 是很難避免的時候 因為其實他們已經量好 但到了那一刻 你真的可能站錯一點 你就會弄傷 所以我有這個心理的準備 對於我來說很難的 因為我的體力各方面 而且我們這次在天氣 天氣 體力 天氣 衣服 衣服很熱 因為全皮 所以在很多的這些 滯爪下去拍一個打氣 對我來說很困難 但我每天都跟自己說 你一定要比昨天做得更好 我不知道大家出來覺得怎樣 但我肯定盡我的全力去做 這次初嘗做蛋女之味 不知道詩詠會不會一事難忘 拍的時候很不想再拍 但拍完的時候就會很想再拍 不過如果你問我 我想再試的話 我覺得人生怎樣都要拍一次打氣 這是真的 平時你沒甚麼機會可以做到這件事 拉威也 如果我再拍 我想試一下真的開槍的戲 即警匪那些打氣 因為這次是很功夫 很中國武術 我想試一下可能街頭一點 鐵拳英雄是五韻龍在TVB的第三部劇集 每一次拍攝Philip都非常感恩 因為他跟一群拍檔非常合得來 我跟詩詠和雪梨姐的關係很有趣 好像一家人那樣 那個交流比較有趣 我少做這些類型的角色 很多角色我演都會比較很實際 或者是很火爆 你會覺得是一個行動的演員會做的戲 不過這次Jazz設計了 是比較有趣一點、可愛一點 我覺得這件事是一個新的演繹方法 對我來說 這個是我入TVB第三部劇集 其實每次我都很感謝主 因為那些腳好 第一次少點和展鵬合作 因為我去了邱姐和KK Moon那邊那條線 在城寨那邊 今次我會全程和展鵬那邊那條線 變成跟他多很多交流 很開心 大家…我在這部劇集中 真的閉上了很多 Philip打得好 人都知道 繼城寨英雄 Philip再次大衍生手 他還很感謝監製讓他自己選擇 在劇中打什麼功夫 今次的打法 感謝主打自己比較熟悉的功夫 打紅拳 也有跟監製商量 他想打哪些派別的功夫 我爸爸開武館的教賽禮佛 自己又打永春 其實對南方的功夫會比較熟悉 小時候也有學過紅拳 跟著舅父練紅拳 大過都有 我覺得自己在銀幕上 沒有真正用過紅拳這個派別 不過自己也有熟悉的 大家選擇了 OK 我可以打這個派別 因為自己熟悉這個派別 對我來說會比較容易演這個角色 而且我覺得紅拳是對這位角色 因為他的origin就是香港來 就是中國的南部 都是南方拳是對的 而且打自己熟悉的功夫 打的時候就不用去想招式 只是想怎樣演這個角色 和他們的小動作 節奏等等